我们把管理分为三个界面 第一是西方制度式管理 第二是艺术化、人本、道德管理 第三种就是佛教智慧的管理 现在的管理学还有三个境界 第一个层次是西方式的管理 西方式的管理它强调制度 这是刚性的,如同法律一样 谁要是违反了制度那就要惩罚你 这是制度管理 这是西方式的制度管理 它强调决策的制度的刚性化 决策的科学化 一切问题用数学模型 叫数学模型 来分析 用实际的收益来考量 这是西方式的管理 第二层是艺术化的管理 比如说今天现在啊 社会上流行的中国式的管理 这强调以人为本 强调柔性的 这个道德的约束 决策是在经验感觉 员工呢不再定位于人力资源 员工啊要人性化嘛 以人为本 这是我们中国式的管理 这样的商人叫什么商人呢 叫乳商 乳商要求这个企业家们要有比较高的文化素养 强调社会的责任感 这是乳商 这是第二层的管理 第三层的管理是什么呢 是禅的管理 要求管理者 企业家们要做禅商 不是嘴禅的禅啊 这个是禅宗的禅 有头脑 有智慧的禅 要有智慧 做禅商 这个企业 已经是不是依赖刚性的制度 还有柔性的道德 而是从上而下的精神的力量 道德的力量 一种企业信仰的力量 这是信仰的力量 这个力量更大 过去 四祖道信大师啊 曾经在郑觉寺住席过十年 后来到了湖北黄梅四祖寺 唐太宗非常仰慕他 想把他招到宫里头去拜国师 结果呢 四祖道信大师就是不去 三次派使臣下圣旨招他都不去 最后唐太宗说 派使臣去 把他招来 他要不来 提头来见我 钦差大臣啊 到了四祖寺 见四祖道信大师 说皇帝发怒了啊 三次请你去都不去 这圣旨啊 不可抵抗的 现在你要是不去 我要提着头回去见皇上 道信大师好吧 就往那一趴 那你就砍吧 不怕死的 这是什么力量啊 信仰的力量 信仰的力量 最坚定 不动摇的 明白吗 让你的员工们都信了佛 都有这种信仰的力量 你何愁企业不发达呀 何愁企业不兴旺啊 对吧 这是要求管理者们 企业家们 商人们 要通晓佛法 要懂得佛法 要有一定的禅修的体验 这就是禅商了 你禅商没有禅修的体验 不懂得什么叫禅定 能叫禅商吗 那不叫禅商的 希望大家呢 都要做禅商 人达法师 讲的佛教智慧 与管理 是从禅商的层面 阐述的 作为企业的管理者 管人 先管好自己 管理者 需要政治上可靠 业务上过硬 品德上福重 企业管理 实际上是人的管理 管理他人 管理他人的基础 首先要做好自我管理 把自己管好 自我管理 实际上是自心的管理 自心 那就是自己的思想意识 要管好自己的思想意识 管好自心 是管理好企业 乃至治理好国家的 前提和基础 管理者 需要的素质 是政治上可靠 业务上过硬 品德上福重 组织部门考察干部啊 也是根据这三条 政治可靠 业务过硬 品德福重 作为企业领导人 作为一个领导者 要有学者的气质 绅士的风度 将军的气魄 还要有过河族的拼命精神 下降旗嘛 小族过了河就不能回头了 要有过河族的拼命精神 就是作为领导者 要有这样的素质 佛法要求人们 要加强自心的修斥 所谓修行 就是修正改正 自己不正确 乃至于错误的思想言论行为 分身口意三个方面 无论出家在家 都讲修行 这就叫修行 要去掉自己的毛病习气 这些毛病习气啊 平常有一句话 叫江山易改 顶性难移 什么原因呢 无始节以来啊 人们在六道中轮回 养成的这些个毛病习气 它都是有原因的 有的人可能前世 溺过水 那么这一世它就怕水 有的人有洁癖 有一点脏都受不了 睡不了觉 这都是无始节以来形成的 这是毛病习气 因为空气中 到处都弥漫着微尘 肉眼看不见 一有了阳光 有个缝隙 你看门缝 阳光照进来 你看着里面的微尘 悲悲痒痒 多得很 人啊 就是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 如果没有了微尘 人们也不能生存 到处都有气氧 这边也有病菌 也有治病菌 也有不治病的 在这种环境下生存 你才能健康 大家普遍地都知道 农村的孩子 比城市的孩子健康 什么原因呢 按道理说 城市的孩子生活好 生活条件好 卫生条件也好 应该更健康才对 实际上不是 农村的孩子 整天在地上窝趴滚打 倒没事 很健康 大丁小丁的也赶不上 城市的孩子 娇气 抵抗能力也差 有一点冷热变化 感冒了 打吊瓶 出业 未有抵抗力了 所以说 温室的花坨 是经不起风吹浪打的 经不起 酷热严寒的 那么 作为企业领导人 作为企业也是 他要惊风雨 见世面 作为领导人 要惊风雨 见世面 一个企业 要在竞争中 才能生存 这样的企业 他才能够健康地发展 这是你平常啊 你的身体素质强壮 伤风感冒找不到你的 企业也是这个样子 你的企业 从生产 组织 原料 生产 到销售 都过硬 你的产品质量过硬 你还怕别人竞争吗 你人员管理上也过硬 你还怕你企业不能生存 不能兴旺发达吗 首先作为领导者 你自己心里就要过硬 要管好自己的心 自己要提升才可以 不论的言论 思想 行为 都要正 正觉寺 首先就是个正字 为什么 正 然后是觉悟 第一是个正 第二是觉悟 为啥正觉寺不叫正觉禅寺啊 正觉寺主张 佛教各宗各派 平等团结 所以我们每个人呢 都要注意自己 你要想把企业管好 佛下要把自己管好 要完善 和提高自己的人格 同时每个人 都要有 慈悲 济世的情怀 观世音菩萨 最受欢迎了 无论在哪 一提观世音菩萨 大家都心扶口扶 为什么 观世音菩萨 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得利苦 慈悲济世 千手千眼 要千处祈求千处英 谁有困难 找观世音菩萨 他都会帮忙 所以我们中国 叫加加弥陀 互互观音 在民国之前 互互多共互观世音菩萨的 张口壁口都是 我弥陀佛 谁家死了人了 也是西方大陆 要把西方极乐世界 叫西方大陆 是深入人心的 南淮金老先生讲 南淮金老先生 1918年生人 现在93岁 他在《论语别财》里头就说 儒家是粮食店 道家是药店 佛家是百货店 要什么有什么 这是我们中国的 传统的东西 不一定都是坏的 中华民族 为什么能够自立于 世界民族之邻 什么原因呢 虽然有外族统治的时候 但是都被中华民族同化了 56个民族 是一个民族 什么民族啊 中华民族 大家都是 民族大家情中的一员 就是中华民族 所以我们民族 优秀的东西 不要扔掉 还要重新拾回来 那么大家 要有明辨是非的能力 首先我们每个人 刚才讲过了 政治上过硬 普通党的领导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走社会主义道路 这就是政治过硬 这是前提 只有社会安定 才有我们企业的 兴旺和发达 社会不安定了 你企业还能兴旺发达吗 民不聊生 你的企业 你的产品能卖得出去吗 所以国家要安定 要和谐 这是符合 我们中华民族的 民族利益的 我们每个人 都要顺应这种形式 每个人都要做 构建和谐社会的模范 首先管好自己 管好自心 把自己的心管好 给员工们做榜样 佛教讲慈悲计事 就是帮助一切 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要有菩萨的情怀 像观世音菩萨那样的情怀 别人饿了 就像自己饿了一样 叫人积如同己积 别人掉到水里了 就像自己掉到水里一样 这叫人积如同己积 一定要这样做 管理者必须具备 明辩是非的能力 需要学习 文殊菩萨的大智 普贤菩萨的大行 地藏菩萨的大愿 观音菩萨的大悲 修持六波罗蜜 来提高品德 增强定力 启迪智慧 四大菩萨和我们中华民族 跟中国有很深的因缘 这四大菩萨 这是表法的 那么文殊菩萨 他表什么法呢 智慧和勇猛 文殊菩萨骑着青狮 一手拿着宝剑 一手托着经书 宝剑代表着勇猛 经书代表着智慧 这是表法 普贤王菩萨呢 是讲修行 服务大众 恒顺众生 这是普贤王菩萨 地藏王菩萨 是大愿地藏王菩萨 他愿力非常大 地狱不空 侍乎成佛 这是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 救度众生 那观世音菩萨呢 大家都知道了 是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观世音菩萨 他的慈悲精神 讲慈悲 现在咱们博山正觉寺 有四大菩萨殿都有了 而且都落成了 今年六月十九 四大菩萨殿开光 大雄宝殿 左前方的 东边 一楼是观音殿 二楼是文书殿 大雄宝殿 前面西殿 右前方 一楼是地藏殿 二楼是普贤殿 四大菩萨 全都在咱们博山正觉寺落户 所以大家呀 要学习 四大菩萨的这种精神 这种情怀 通过修持佛法 来增强定力 启迹智慧 这样才能具有 良好的品德 和过硬的心理素质 还要有海纳百川的气度 另外呢 又要有运筹窝 决胜千里的智慧 能做出决断 在人生和伤海中 表现出卓越的才干 和超凡的驾驭能力 大家要有这种修养 人达2002年年初 刚到博山的时候啊 刚来到 可以说污水满街 也有告人达的 有骂人达的 从2002年 人达深屋分文到博山 现在是一大片 原来是郑家寺这块是 荒山沟啊 一个荒山沟 是用了30多万立方米 土石方工程 建出这么个人造平原来 大家来了一看 哇 风水好啊 以前哪有风水啊 荒山沟有什么风水啊 现在一看 这么平啊 垫起来的 在下面就能看出来了 为啥建六合楼啊 是为了挡土的 前面那个楼正在建的 在六层 叫六合楼 按照佛教的计法 六合镜 取自六合镜 叫六合楼 那么现在还有骂没骂的了 不知道 路遥至玛丽吗 昨天岸上村的一个人 到山上去捡柴火 见着我还竖大拇指 那有什么了不起啊 任达是个普通俗家人 没有什么了不起 就是这么个老和尚 打也打不走 骂也骂不走 气也气不走 告也告不走 不但不走 还傻乎乎的 从自己境外里的抽血 抄血经 抄了好几十万字了 后来任达就有了外号了 什么外号啊 叫潮吧 一开始人大议论 人大议论潮吧 议论人大潮吧 人家还不懂 不知道什么叫潮吧 后来一打听啊 才知道 原来潮吧就是傻瓜的意思 堂堂的教授技巧技工程师 是潮吧 挺好吧 挺好 大家都赞成 后来我到上海啊 我上海一个弟子叫妙龄 昨天他们来了 开车来的 跑了七个钟头 我说上海话 潮吧叫什么 他说叫港督 港督 你看看 不拿工资的港督 更好了 你们谁愿意当港督 人大把这个名分送给你们 有愿意的吗 愿意也很好 大家都是港督 心地无私 天地宽嘛 多好啊 没有外号不发财的 知道吗 有外号在发财 人朝把建这么大寺院 多好啊 你想起朝把来人家很高兴 一直不住内心的激动 真的感谢博山国 起外号的这些人们 骂人拿了这些人们 修行 红法都需要忍辱 想历史上的韩信 为他的大志向 干受牛儿的胯下之辱 我们今天 要完成自己的宏大志向 也要有忍辱负重的心态 为啥韩信 担受牛儿的胯下之辱 知道吗 三七王啊 帮着刘邦打天下的韩信 当初没得志的时候 那个牛儿是个痞子 小痞子 韩信 你从我的胯下钻过去 韩信老老实实地 一句话不说 从人家胯下钻过去了 这叫韩信 甘受胯下之辱 为什么 因为他有大志向 不泛于跟这种人去较量 较量有什么用啊 拼个一死我活 还有价值吗 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 这就叫什么呀 这叫大志若狱 明白吗 小不忍则乱大毛 你们做企业领导的 要有这种气度 要有这种气量 要向人达学习 好不好 那么告诉大家 这个诀窍 为什么人大有这种气量啊 这是佛教的 六波罗蜜 佛教有六波罗蜜 也叫六度 六项 叫布施 赤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智慧 这叫六波罗蜜 六智慧 有这种六种智慧 你才能有这种气量 有这种涵养 和气度 首先是布施 布施啊 它分财布施 法布施 和无微布施 所谓财布施 就是拿出钱财来 帮助一切困难的人们 帮助一切 需要我们帮助的人们 这叫财布施 包括建寺院 印经书 素佛像 它既是财布施 又是法布施 为什么呢 因为一座寺院建好了 它会利益 许许多多的人 几十年 几百年 存在下去 每一位 到寺院 的人 给佛菩萨一战一礼 都能种下成佛的音 种下成佛的金刚种子 所以建寺院呢 这个功德 非常大 尤其是 祖师道场 那么 郑爵寺 是祖师道场 已经有一千六七百年的历史 包括梁武帝的国师 宝智公和尚 就是在郑爵寺出家 修道 成道以后 给梁武帝做国师 他是观世音婆大化身 有一次 梁武帝找全国最好的画工 给宝智公和尚画像 结果怎么也画不出来 那个脸总是变 这个画工着急呀 他说 大菩萨呀 我求求你呀 千万别再变了 我画不出来 皇上要惩罚我呀 宝智公和尚问画师 他说 你真想画吗 我真想画 这皇帝的命令 谁敢违背呀 宝智公说 好 你画吧 皇上一坐 这回不动了 脸也不变了 画像一看 哇 不得了 十二面观音 你看看 宝智公和尚 在郑爵寺修行的 现在博山还有智公平啊 这些古迹还有 一迹还有 还有宝智公那是骑老虎的 老虎爪子 挠出一个拳子来 叫虎袍拳 现在还有这些古迹 所以博山呢 这是祖师道场 博山郑爵寺 那么我们把这种 祖师道场恢复了 它会利益多少人呢 好多人都知道了郑爵寺 把郑爵寺汇款 这叫财不识 又是法不识 人家把佛法供养给大家 也叫法不识 无为不识呢 是用我们的劳动 来帮助别人 所以用我们的言语 让别人摆脱不危 摆脱恐惧 去除烦恼 也叫无为不识 通过修不识 来去掉我们的贪心 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吗 因为你帮助别人 才能会得到别人的帮助 这都是相辅相成的 这六波罗密 第一就是修不识 而且不识是统设六度 放在第一位 这是很重要的 六波罗密的第二项 就是赤戒 因为戒律 是修行的前提和基础 如果没有了戒律 佛法就会消亡 佛教也会消亡 就谈不上修行 你个道德在哪儿啊 谁还扶你啊 谁还管你 谁还理你啊 所以有一句话 中国老话 叫轻者自轻 着者自着 入识因入识果 只要你走的端行的正 别人泼脏水泼不上的 没有用的 人家老老实实地坐在这里 为什么 遵纪守法 严守戒律 这就够了 说你偷税漏税 你没有偷税漏税 你还害怕吧 不害怕的 所以大家啊 一定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作为佛门弟子 要遵守戒律 这都至关重要的 也可以说戒律就是生命 这是世界 六度六伯罗蜜的第三项 是忍辱 为什么要修忍辱 因为佛教讲三世英国 别人打我们骂我们 污蔑我们 欺负我们 很可能是我们前世 打过人家 骂过人家 欺负过人家 那么这一世 人家打我们 骂我们 欺负我们 等于是给我们还债 旧债还清 一身轻松 所以要有这种心量 这么修忍辱 你可以高高兴兴地修忍辱 而不是在那堵着气 最多要欺诈了 忍辱 忍辱 憋着气 那不是真的忍辱 高高兴兴地修忍辱 自觉自愿地修忍辱 要逆来顺受 大家呢 作为领导者 要有这种气度和气量 要有这种胸怀 你胸怀宽广了 平常说 宰相肚子能成传 什么事都能放得下 这是修忍辱波罗蜜 六波罗蜜的第四项 就是精进 什么叫精进呢 用现在的话说 就是奴隶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多做好事 不做坏事 一切恶 已生的 令消灭 未生的 令不生 一切善 未生的令升起 已生的令增长 这叫四正勤 佛教里的话 叫四正勤 这就叫精进 那么六波罗蜜的第五项 就是禅定 要通过修禅定 来开智慧 要有定力 这样 我们的心 才能够不随静转 才能够做出 正确的决定和决策 六波罗蜜的第六项 就叫般若智慧 修行的结果和目的 就是智慧 开智慧 要说生死 那就是更重要 有这六波罗蜜 你老老实实修行 那就可以说 没有办不成的事 管理者 通过修持佛法 提高品德 封强定力 启迪智慧 才能具有良好的道德 过硬的心理素质 海纳百川的气度 欲试不惊的定力 运筹帷幄 绝胜千里的智慧 在人生和伤害中 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地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金国志愿者 杨茜rage 宇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黄泉斑坡头攒香 金瓜枝豆红明线 无浊已无好清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